流言蜚语好可怕 成龙再捐老宅被骂 赵敬腾摊上的流言只是儿女情长 可成龙大哥遇上的流言 就事关严格了 一向爱做慈善的成龙 自从爆出将自己收藏的古建筑老屋 捐献给新加坡某高校之后 便引来各方的争议 约前成龙现成北京出席 成龙世界主题公园签约发布会 宣布将在北京 大造一处独一无二的主题公园 并将自己余下的古建筑房产 以及收藏真品 再次捐献安置园中 与此同时也否认了此前 关于他有意移民新加坡的流言 我不是送给新加坡 我要拿新加坡移民 我不是送给新加坡 送给新加坡我要拿钱 我不是送新加坡 我有任何企图 没有任何企图 只是知道新加坡 会保养得很好 而且摆在一个国际大学 我知道这几种东西 将会让世界各地的学生来到 第一就是中国建筑 第二就是成龙做 都知道成龙大哥乐上考试 但这捐东西也会谈上事 也算是躺着中枪了 话说回来 成龙大哥一下子捐出这么多套的古宅 莫非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很多人在网上说 哎呀你大哥怎么送出去 我现在我把这几十几十栋房子 我送给你 我交给你 你看看怎么打你 你养你养不起 搬 做 保养 管理 都是我 我说我不拍戏了 就是这样子求人 求了死人 真的很无奈 小兵点停 成龙大哥 你真是委屈了